193.香港經濟日報 日防圈滾名圈掩中國威脅論 2015年7月22日中國要問A.19日本內閣昨日通過2015年版防圈滾名日文 高調批評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又要求中方停止在東海堪探 新華社批評 日本捷海洋問題圈掩中國威脅論 為日本謀求成為軍事大國章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行昨晚表示 日本新版防圈滾名日文再次妄顧事實 對中國正常的軍力發展和海洋活動說三到四 惡野圈掩所謂中國威脅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敦促日方停止人為製造緊張 陸行指日速已插手南海問題 惡野圈掩地區緊張,不利地區和平穩定 嚴重損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 指華南侵入釣魚島常態化白皮書 批評中方在南海強行進行快速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行動 認為中方採取高壓做法 並毫不妥協地試圖實現單方面主張 可能引發不可測的危險行為 白皮書亦首度納入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的罪 譬如 影像 又指,中國與倫國的摩擦以表面化 引起國際社會擔憂 白皮書談及中國在東海開發油田 指中國正在進行新設海洋平台作業 時遍面的開發行動 日本多次向中方提出抗議 要求停止建設 此外,白皮書首次認為 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的侵入行為已經常態化 據報,本年度白皮書為方便公眾閱讀 較去年精簡八十頁,為押金追簡版本 但白皮書最述日本所處安全環境部分 單力直指中國的內容給比去年增加近四頁 達二十四頁 新華社 奉勸安培政府懸崖勒馬新華社指出 中日是搬不走的鄰居 別有用心地煽動中國威脅論的結果 只會是與鄰為確 若康培政府一意孤行 首向與中國對立的道路 是日本、東亞的不行 奉勸安培政府早日懸崖勒馬 主要鬥 obsol